每当春节来到 双西茅诺希望之谷的花式 就会挂起一排排的新年灯笼 将整条街道染成一片喜庆的红色 浓浓的新春气氛洋溢着每一个角落 希望之谷大约有20家花圃在这里经营 农历新年来临之际 业者都会自动自发的装饰各自的花圃 摆放种种春节特有的花卉盆栽 让前来这里的民众悠闲得欣赏盛放的花朵 慢慢选购喜欢的盆栽 讨个新年好意头 今天就看到有人潮比较好一些 都是有人买花 同人都是过年过节 买那些好意头的花树 好像转云竹 步步高升那些 装饰一定我们每一年都是坚持我们做 无论多忙都好都是一定可以做出来 就是我们做到一个 给我们过年有一个很好的气氛 每逢周末不少人都喜欢写家带卷 来到这里共享天伦 对民众来说这里的不同之处 在于拥有市区逐渐淡去的浓厚人情味 新年气氛也比其他地方更加别具一格 家里有做多些装饰 还有有过来的气氛 这些一年一次的一定要做 这里超正因为它的品种又多 颜色又多 布置又有个气氛 虽然没有很多人 从马来西亚和中国 但是我认为它还很兴奋 来来和音乐 听到音乐和音乐 所以很兴奋 对啊 这样一定要买一些花回去装饰的 对啊 装饰是不是为了让整个家怎么样 没有 因为它要摆桃花枝 农历新年最珍贵的意义 莫过于一家团聚 和家人一起共处美好时光 喜欢赏花的民众 不妨和亲朋好友来逛一逛花市 感受百花齐放的农历新年气氛 NTT7 陈伟恒 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